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一节课呢,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 我们在第一方,假如我们在Test2中 设置Test1下直接设置是不可以的 那我们是不是采用这种坚定的方式 来设置了一下第三方的这样一个cookie啊 对吧,在这里边呢,需要注意啊 如果是只针对于这两个的这样一个域名设置 还比较简单,对吧 那如果多个的话,这个就变得复杂了 对吧,这时候就需要比较一个成熟的方案 像我们这个单点登录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谁呢 通过现在市场上比较成熟的像CAS 就可以解决单点登录 对吧,你可以看一下 CAS实现单点登录SSO的一个经典教程 那有兴趣的同学呢,也可以来研究一下 这个比较多 那接着呢,在这块还需要注意 我们在使用那个P3P来设置的时候呢 页面的时候,这时候别忘了加这个P3P信息啊 否则呢,我们这个IE就会把我们这个Cookie给阻止掉 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那接下来再往下 我们简单的看到了如何设置 包括打印得到我们的Cookie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还是在这里边吧 扣下的 Advanced下的这Cookie 那现在看如何来修改我们的Cookie 3-updateCookie 同样的在这里边,我们来设置一个Cookie UserName 指示King 有效时间 3600 设置完之后 我们再设置一个SiteCookie Age指示12 3600 设置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第四个 Dump Cookie One Dump一下 Dollar小钱Cookie 好,第三个是设置 我们设定这个虚拟主机啊 我们稍微再改一下 我们的主目录变了 那我们就在test.com下来操作吧 或者testr testr.com 好 在这儿啊 我们来一个 把他俩考过来 第一杠吧 SiteCookie SiteCookie 写一个UserName 麦子学院吧 Time加3600 好 那接着呢 在这块我们运行Dump的时候 就可以打印出来了 这个没问题 看一下 1-Site 接着我们来运行一下Dump 打印出这个Cookie了 那现在你看 我们要修改一下这个UserName的值 R-UpdateCookie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谁呢 对 你想一想 我们是否能通过Dollar小的Cookie 根据它的名字 来改这个值呢 假如说把它改成King 好 那接着我们再打印一下 Dollar小的Cookie 试验一下是否可以 我们来运行一下 可以尝试吗 对吧 在这块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UpdateCookie 看到了 打印的值是King 那在当前阴密下看到了 那我换一个 我看一下大幕中 这个Cookie UserName的Cookie值 是否是King呢 对 不是 记住 你通过这种形式改的 相当于修改我们这个Cookie 数组中指定的名称 定的值 那接着 不要这样来修改 它只针对当前这个脚本有效了 记住 它相当于修改 数组中的值 因为我们知道 所有的预定面量 都是我们的数组 那这样一改 其实不是修改我们的Cookie 那应该怎么改呢 来看一下 通过SightCookie来改 重名会产生覆盖 好 来试验一下 你这样设置完之后 这是Set Update 接着我们再打印 你看 已经变成了我们的King了 这样的效果 通过谁啊 通过SightCookie来修改 我们指定Cookie的值 这样的形式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是如何修改 那接着删除Cookie 也比较简单 只用让这个Cookie 过期就可以了 那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你可以这样来删除一个Cookie 我们再来一个 DLCookie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 假如说我要删除 一个UserName的 就可以SetCookie UserName 把它的值设成空 让当前时间说 简易 过期就可以了 你看 在这呢 我们大部分中 还能打印出来 当你运行一下 DLCookie 之后我们再来刷新 还有了吗 对 这个Cookie 是不是就 没有了 就消除了 记住 设定这个值 让它的过期时间 减易 过期就可以 这是如何删除 一个Cookie 那接着 之前我们做的例子 都是设置的是一个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来设置 我们Cookie 设置成数组的形式 假如再来一个3 SightCookies 设置成数组形式 怎么设置呢 也是一样的 假如说 SightCookie User Info 中的 UserName 对应的值 写成一个 King Time 加 3600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Married 这个是12 也分一个true 好 那接着来看一下 12星 SetCookies 再打印 你看 也得到了 也得到了 UserInfo 是一个数组 是一个数组 里面有三个元素 UserName Age 和Married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这就设置成 我们的数组形式 然后想删除 其中的某一个值 我想把这个Age 也删掉 你就可以在这里边 一样的 写成一个 SetCookie UserInfo 中的Age 把它删掉 直升成空 减一 好 你看一下 我运行一下 这个删除的 DLCookie 接着再打印 我是不是写错了 DLCookie 再打印 对 Age已经 没了 这样的效果 Age已经 没有了 这是设置成 数组的一个形式 也可以 这是我们通过 SetCookie 来设置的Cookie 那接着我们也可以通过 我们Head函数 来设置Cookie 但这种方式 用的比较少 第四个通过Head 来设置我们的Cookie 可以通过 发送一个 Head头 头信息 SetCookie SetCookie 接着名称 冒号 名称等于值 假如说我们写上一个 Consors 对应的是P2P 分号 那路径呢 我也可以设置一下 假如说是 当前的根部录 发送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四个 好 再打印 是不是多了一个Consors 对吧 Consors 对应的是一个P2P 这样的效果 也是可以的 那这种方式呢 比较少用啊 通过Head 发送Cookie的方式 那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 在这儿 我们就简单学会了 如何操纵我们的Cookie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一个 实际的案例 带着大家 看一下 如何应用到 我们的开发中 好 那先把这一块 大家看一下 下几课 带着大家来 做这个案例 就可以了 对啊 嗯 好 好 我 好 我